词曲 李宗盛 所以我接下来的诠释 最好奇的就是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流声机时代的 《女力在線》這個系列的分享 因為這個主題 因為我是被邀請去 本來一開始我是從來沒有辦過這個主題 我辦過很多留存技的工作 各種面向的 那這個主題這是第一次喔 那這個主題會發酵是 我是被邀請去那個 兩廳院的表演藝術圖書館 他們邀請我去 然後他們就給我提了一個想法說 有沒有女生的唱片 那我就說有啊 我本來就有在收 這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 然後他有講 那我就好啊 那我就去把我的女生的唱片都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稍微整理了一下 然後我就跟他報告說 我有這些女生的唱片 確定是可以做 如果我只有一兩張就不行 那我必須要花時間去我的唱片庫房裡面 去找我到底有哪些 因為我其實是有在收這方面沒有錯 可是他給我這個任務之後 我就說有還有一批欸 然後就可以做了 然後就確定要做 然後後來就把它 定名為留聲機黃金時代的留意在線 是專門要呈現那個年代的 女性音樂家的唱片 然後當然是要精華中的精華 嗯 對對對 然後可是他現在可能會變成一個系列的活動 對就變成一個主題了 因為你把它做出來之後 你就會想說 欸這個變成是一個主題 然後可以到不同的地方 譬如說兩廳院有50個人來聽嘛 那我可以再帶到台中去 那我之後還可以帶到高雄去 如果有機緣可以去的話 那這個就變成是一個可以一直分享給不同的地方的人 嗯 這個主題真的非常棒 因為它涉及到的裡面有一些層次啊 嗯 就是說你不只是聽這些人的唱片 你也在了解那個這些人的背後的生命狀態 對 然後這個東西留聲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寶物 嗯 因為它剛好在1950年代以前 它剛好在20世紀初期到1950年代這一段 嗯 然後這一段基本上距離我們是有點遙遠的 對 然後可是它又可以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 歷史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雖然它是線性發展 可是一旦很多段落 如果可以讓我們像切片一樣切出來 然後讓我們重新比較體驗的時候 我們就會產生繼續往下走的動力 嗯 嗯 留聲機是個寶物 因為它是活歷史 它不是文字描述 它是那一台留聲機是當年的 那些唱片就是當年的 然後是實體的 嗯 嗯 這個還蠻重要的 然後它是因為 因為這種實體的保存 嗯 然後被得到現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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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